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慧晓吃太好 是不是 对 宋慧晓吃太好 那旁边这位子玉是谁啊 好啦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之前我有另外一个分身 就是在出唱片的时候 锦绣二重唱的时候叫秀琴 对了 对了 一定的 因为这几年都在拍戏嘛 所以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所以呢 后来就是把这个余子玉重新的 当做一个新人一样 让大家重新认识我 所以就有讨论度 所以大家就说余子玉到底是谁啊 讲讲讲 讲到最后又重新认识我了 这子玉是本名吗 他不能算是本名 因为他其实他之前也改过 但是也用了一段时间 但都是私底下朋友的 我都叫他们说一定要叫我余子玉 对 不能叫子玉 因为我喜欢联名带姓 余子玉 对 余子玉这样子 所以后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太习惯 她叫余子玉 然后后来要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是要来敲通告就说 Ruby姐要来上这个 就是命运好好玩 要跟子玉姐 我马上说 就很嫌弃你知道 然后后来才说余子玉 要讲余子玉 OK 这样子 而且之前会常常接到一些电话 其实不是找我 但是同名 就是也是找秀琴 但是那时候是陈志远的老婆 对 他就会说 志远哥到了没有 我们在哪里等 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是另外一个秀琴 他说不要假 你还在跳舞对不对 喝酒对不对 我说我真的不是 后来觉得 到了新公司之后 跟老板讨论 我们觉得 反正现在大部分都是演戏 那不如我们就重新 就叫余子玉 让大家有一个新的 对我一个新的 就像 阿妹有阿密特一样 就是他有另外一个 对对对 在不同的时候做另外一个 就是给自己一个新生命 新的身份 就是 是演戏的余子玉 对 或是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叫余子玉 我在演戏中真的是找到自己 而且那是无形的彩 真的 什么意思找到自己 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个性 对他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演戏 真的让他变得 就是更自己多一点 然后可以活出 比较精彩的自己的感觉 对 以前我以前小时候 内向到什么程度 我小时候我只知道我爱唱歌 但是我就是躲在我妈背后唱歌 躲在你妈背后唱歌 因为以前我爸爱请客 我家我爸做菜 就会请很多朋友 只要是周末 就会来家里吃饭 吃完饭 鱼姓节目 爸爸是海派的鱼姓节目 对啊 那种外省爸爸嘛 就爱做菜 吃完饭了 伯伯阿姨都坐在那边了 吃饭看电视的时候 就吃完饭想说 来个鱼姓节目吧 我爸知道我喜欢唱歌 就叫我唱 但是我害羞啊 我就会叫我妈站在我前面 我就躲在我妈背后了 然后再躲进去 然后伯伯就给我五毛钱 一块钱 就是一些零钱这样 我就去找眷村的好姐妹 我就是一直这样 到我唱名歌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歌谱是盖住脸的 是哦 我就是那么害羞 我真的是演戏才开始 所以那你们锦修二重上 你们刚开始的时候 对于锦文都把你话讲完了 那时候就反应慢嘛 公司常常回来 通告结束回来就说 就骂两个人站一排 你为什么话这么多 永远把他的话讲完 然后另外说你是哑巴吗 为什么都不讲话 因为我要讲的时候 锦文的反应快 他已经讲完了 等到我想到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题了 所以来不及了 然后他讲完我就觉得 那我就不用讲了 也是哦 对啊 可是越不讲 你知道会不会生他的气 也不会 对啊 我也 我觉得会互相 那他应该也会说 你都不讲话 你是吗 害我变得很多嘴的感觉 好像我很爱讲话 当然宝伯都是我在讲话 人家问你是我在讲话 曾经有这样子 后来他自己也忍不住 他就像不讲 人家不让他讲 他想到他就要讲 他不讲他不舒服 是啊 所以两个就不能 另外一种平衡 是 他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平衡 另外一个人的人 就是像我觉得像跟我一起的话 我就算爱讲话 等努比也是属于爱讲话 反应快 可是他会跟我聊得很开心 我们两个超好 我们从一起主持电台 然后一起拍戏 你们还可以一起主持电台 你们两个 一开始是因为电台认识的 六个人 六个人 那还轮得到你 两个人都轮不到你了 还六个人 我们有六个人一起的前后 然后中间有不同单元 我跟景文 Ruby 然后谁谁谁 大家分不同单元 对 Ruby这种急性子的 讲话很像 忽然你停 你不用讲说停到两秒 你不到一秒的时候 他那个 他就想要填空白 把那些话都填满了 我到现在已经离开广播那么多 就是已经算了三四年了吧 然后我到现在还是偶尔会做梦 然后我的噩梦 其中一种噩梦就是 Dead Air 就是那种 我好像在主持节目 或者是在录影或什么 然后我突然间就这样 然后就没有声音 然后就唱Dead Air 然后我就觉得Oh my God 我怎么可以有Dead Air 这样子 很怕这种 你知道就是职业病 你的歌先唱一首 唱一首大家回味一下 对 这个是几颗 五颗 五颗 明天心也要作伴 也要勇敢 不管是否天涯两端 只要事情已够长 远就不断 常常联络不准懒散 好好听 明天心也要作伴 也要自然 就像现在正常简单 有时你要人商量 我最喜欢 欢迎找麻烦 我怎么突然想哭了 好好听喔 好好听喔 真的吗 你演戏有唱歌这么好吗 好像 他演戏真的很好 好像不一样 真的 我觉得你演戏 如果有唱歌这么好 那差不多已经是金钟等级的 有 还有入围 不小心有刚好入围 真的喔 入围 好棒喔 真的 但是不是为了那个 奖项而去做什么 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卢春 卢春 你的第一张专辑 那个主打歌 我就只有那一张专辑 来 让我们回味一下好不好 好 因为就是说以前都自证枪言 金河夜 欢迎收看今晚 忽然到了一个Ruby主持节目 像是一个女神经病一样 乱讲 大家听 她到底在讲什么 我也曾经试过就是这样子的讲话 非常地轻柔 大家好 我是Ruby 我这个样子讲话 你是不是很想要吐呢 就这样子啊 我不是她 我是我 此刻你握着的手 和她的不同 有印象 我的眼睛 嘴巴 耳朵 你认清楚了没有 我只是没有从那个副歌开始唱 因为副歌以下就要 我没有开唱 好 来 副歌 副歌来两句 副歌是 不然前面有点模糊 我不是她 我是我 好 请不要在我脸上 找她的笑容 这是你的歌 为什么会觉得 听起来是李文的歌 好像是 对她属于那种很实力派的那个 好像那个年龄代 因为他们 可能都是从国外回来的 但我就出过那一张而已 对 你这张 对啊 那你这张还蛮好听的 有中吗 有 有中 有中的话讲话就大声啊 干嘛上面公司敢跟你 可是因为她中的时候 是已经跟公司有那个发生问题了 所以已经开始追究问题是出在哪里 什么叫发生问题 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 有中的话都没有问题啊 没有啊 可是砸钱下去 然后没有马上那个销售冲上去 然后呢 就是公司就开始问说 奇怪我们不是砸了很多钱吗 那到底是谁的责任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讲说 因为我是新人 然后我国外回来的 然后我中文不好 然后我比较难戴 然后我会去抗議我的那个衣服 怎么样 就是说我是比较难戴的歌手 然后讲完这个之后呢 就当然就 已经下了一个结论了 就是说OK 那你 那你是不是要继续留下来 这个唱片公司 如果要继续留下来 我们不能保证你下一张 什么时候会出 还是你要就是离开去 找别的经纪公司这样 然后就在讲好这个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 销售量就往上冲 对 可是那个时候就太晚了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 我才被韦中哥找去做台北之音的 而且Ruby主持电台节目的风格 其实也是跨 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非常新派的 对不对 非常新派 洋派 好多人会追他的电台 其实你说电台节目 还会有忠实的粉丝的不多 但是他们这个是有的 对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是很感谢就是 电台给予我的一个舞台 我觉得那个是我过去 至少我出道20年到现在 至少是我可以说 我很骄傲 曾经有拥有过的一个身份 这样子我觉得 因为有这些听众 他们到现在都还是会 每次没事 有很多老听众到现在都还是朋友 对 到现在也没有像你这样风格的节目 对 而且那时候 我也曾经试过就是这样子的讲话 非常的轻柔 大家好 我是Ruby 我这个样子讲话 你是不是很想要吐呢 就这样子 就是火这样子 然后听众就会打进来 就开始骂 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子了 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也就没有再出第二张专辑了 对 就没有了 就是那一张 我一直以为你出好多张 没有 可是我后来 我原本要自己放在我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 是我自己的歌 我自己写的 然后后来没有成功 但是就是卖给别人了 对 老师 老师 哪些姓名笔画的2020年人生就要转瞬了 好 我们要看的是人格跟重格 所以大家把人格总格的笔画拿出来看一看 Ruby的本名是卢春儒 所以人格是25话 总格是31话 那紫玉的人格是6话 那总格是16话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组合叫做 波云见日出头天 如果人格总格分别出现了 15 18 22 26 35 跟47的人 有这些笔画的朋友 20年会在好运的推动之下 在工作上面会发生一些变化 有的人是去年过得很不如意 甚至于有的人已经闷了好几年了 但是在20年新的一年的开始 对到的人 你一定要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整装待发 该抛弃的就抛弃 该放的就放 因为新的契机来了 比如说有些朋友之前 他的运势非常的低迷 是因为他在工作上面 一直都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 他一直都转不出来 但是因为20年人际面 人际面的运势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贵人出现了 他的表现其实是可以得到认同的 那在这个时候 当你有迷惘的时候 贵人就会给你一些方向 好 这些方向一出来 你只要坚持自己的能力做下去的话 其实透过贵人的提拔 你是可以波云见日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20年这些笔画的人 他是一个学习之年 也就是说如果利用这一年当中 你好好去充实自己 让自己再进修 你的职场上面 学习自己一个 第二个谋生的技能 第二个方法 这个在工作上面 可以让你没有办法被取代 那因为你学了这些 反而可以得到想象 对你的一些青睐 运势也会因为你的学习 而有所成长 那不管怎么讲 这些笔画的人过去了 在工作上面 的确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但是20年 我建议你给自己 一个重新的定位 让你的心脏变得更强壮 所以契机也就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它会转顺的原因是因为 桃花财运都顺利 我们要看的是 地格跟总格 像Ruby 地格是春入两个字 相加是25画 那总格还是31 紫玉的呢 地格是13画 那总格还是在16画 好 地格总格 如果分别出现了16 紫玉 17 25 27 38 跟55 那鲁笔士都没有对到 那观众朋友 我想大概对到了 那第一个整个 有这些笔画的人 在20年来讲 可以说是才喜两望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单身很久了 那么在20年 爱情上面 你可能是从无便有 那从胆怯呢 你会变得很勇敢 总之呢是感情 钱财呢都能够 成绩都能够蛮亮丽的 那这些笔画的观众朋友呢 在20年来讲 赚钱的门路是特别的多 别人都在经济不景气 可是呢 对于这些笔画的人来讲 处处都是商机 所以呢 你只要风向对了 然后呢 门路抓对了 不管你是投资也好 创业也好 或是跟人家合伙也好 都能够获得亮丽的一个成绩 当然在感情上面呢 20年这些笔画的人 他也不寂寞 刚刚有说嘛 没有的也会变得有了 也就是说好桃花来敲门了 那也有的人呢 因此而就脱班了 所以桃花运是蛮好的 那不管呢 你对到的是上面的组合 或是下面的组合 这些朋友们 你一定要好好掌握 2020年流年运势的一个吹动 那在好运的吹动之下 你要从慢车道 赶快开到快车道去 这样呢 你就可以把你过往 这个就是地言的运势 急起直追 一定也可以起头赶上的 你这样会不会被开罚单啊 有了 我现在还会开玩笑呢 没关系 还蛮好笑的 这个是小罚单 运势好 这个是大的收获 所以这两个组合呢 就给大家做参考 你们两位除了歌手的身份 在其他领域也都有发展 说梓芸你 你刚开始演戏的时候 你刚开始演戏 你有没有硬的头皮 你敢接这个通告吗 其实第一次接戏剧的时候 你是接什么戏 偶像剧 而且偶像剧的角色 是一个非常喜欢蕾丝的女生 可能我的鞋子 我的包包 我的帽子 我的床单 你喜欢蕾丝布料 对 我以为你是喜欢 我以为你是蕾丝编的女生 不是 不是 就是很喜欢蕾丝的女生 然后就是 在生活中就是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心里想 蛤 我居然是给别人这种感觉吗 然后我也想说 反正就是去试试看嘛 就是玩票性质 没有什么大的压力 公司也鼓励我去 你背台词没问题 我刚开始背台词有点压力 因为我本来就不太会背书的 后来我想找到一个方法 我是用画面记忆 我先去想像 我看了剧本 想像那个空间 画面 人物在干嘛 然后我再回来背 我就比较背得起来 先融会贯通剧情 大概 对 但是因为我记性不好 所以我要到现场 导演在讲什么 走位 边走位边记 我到哪里大概要讲什么 是啊 所以你刚开始演戏的时候 被韦中哥骂到臭头 你唱NG 韦中哥那时候还不是第一部戏 它大概是第三 第四部戏 我那时候演 住左边 住右边 韦中哥的戏的时候 一定要逼人家唱一些 他们不会唱的歌啊 然后音番钟啊 比如呢 比如说like a virgin 所以要把它唱成中文也要唱 就想个处女 嘿 我被你摸到像第一次 我让你 我那时候演住左边 住右边 韦中哥的戏的时候 真的是我人生中 真的是最大的挑战 因为第一个它都是one take 一场戏是不能NG 所以我很怕我是讲最后一句话 或最后第二句话 因为一个NG就要从头来 所以我记得我印象中 NG的通常是我 所以每一次一咖 我就对不起 对不起 后来到后面常常说 对不起 对不起 他们就说 你为什么对不起 我就说 不是我吗 不是我 就这一次不是我 然后韦中哥常常是在外面 鞋子 椅子 一个NG就 他就 什么就丢进来了 鞋子 祖宗霸代 全都骂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 我还好有经历过那一段 你有被骂到哭过吗 有 我有一次超崩溃 因为一个女生被骂到 我比那个 那个真的很 很恐怖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美秀是我婆婆 郭哥是我老公 我们几乎每天好门不浪 那他们都是很会演的 他们真的很夸张 都太会演了 然后我记得那天 拍到第三场的时候 我卡了一个词 因为我都跟现场加了词 我怎么背就是背不起来 他就一直讲 一直讲 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 马上什么时候 我就说 我到最后说我可以 就把我那个G出来 结果我还是NG 可是我就说 再给我一次机会 讲就OK了 结果要马上 要再去下一场 我就躲在那个更衣室 一个小小的四面的镜子 我就边换衣服 就边看着镜子 告诉我自己说 我不可以哭 我不可以被打扮 因为今天 每一天都是红布朗 我不能 就是被击垮 结果我就觉得 我武装好了 一个深呼吸微笑 出去之后 突然导播进来了 到休息室 他就说 因为他们都叫我秀斗 因为我在里面 就是演秀斗 他就说秀斗 你还好吧 哇 导播一讲 整个崩溃 就哭了 然后所有的人在安慰我 然后我在哭的时候 发泄完我就突然想说 不对 韦中哥在棚内 他一个人坐在里面 我想说完了 他也在大哭吗 我觉得这样子 是很不应该的 所以我赶快 对啊 让观众朋友知道说 为什么受委屈不能哭 对 你要在演艺圈 你又不是女主角 因为我们也 所有人都有在工作 摄影师大家都在等 大家都在等 你一个女配角 女三你在外面哭 你在 对啊 戏里有戏不会演 在外面化妆间一直演 对 所有人在那边耽误时间 陪你哭 蛤 是不是这样 没有资格哭 其实你知道 你就知道为什么说 有时候受委屈 还不能哭 不能哭 你哭了会耽误别人 你的妆什么都会 然后我第一个想到完了 这样子韦中哥会很尴尬 所以我就赶快把眼泪擦一擦 就赶快冲到摄影棚 那时候韦中哥还是 只有他一个背影 然后所有人都在外面休息 然后一展光 我就想说 我好紧张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去 我就走到韦中哥旁边说 韦中哥对不起 我刚刚没有表现好 然后他就突然摸摸我的头 傻丫头 事情过了 刚刚那场就过了 我们现在每天都要工作 要开心 然后后来美秀姐 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点醒了我 他就说妹子 你不要中计了 我说什么东西中计 他说 这是韦中哥爱你的方式 他先骂你 怎么讲 他先骂你了 摄影棚导播 没有人敢骂 他把你当自己的孩子 才会骂你 是 后来我想通了 对 所以后来之后韦中哥在现场 不管骂什么话 我就说 先韦中哥 先韦中哥 对 我知道了 他没辙了 我就自己 就变皮了 对 就是自己比较放轻松 去接受自己的错误 对 也让观众知道 为什么 他这个话的意思说 韦中哥意思骂 其实也就骂完 你这个错也就到头了 他就是论事 他没有针对人 你就说 不要叫妈好恐怖 可是如果说 没有人这样子骂你 旁边的 你这个事情 这个错误没有去面对 跟解决的 旁边的人 这个事情没完 加没了 没错 反而伤害还更大 对 对 所以我很谢谢韦中哥 他教育我的方式不一样 虽然我爸妈 应该常常耳朵会痒 是喔 是喔 你曾经也拍戏摔伤差一点 就不能够继续拍 其实那天已经拍完了 可是天气非常好 大太阳 已经要收工了 最后一场戏 然后那个师姐 其实她是要想不开 想要用尽方法 让自己受伤 结果呢 我们因为也只是一个交代 说她有做这件事情 天气太好了 时间又还久 时间又很 还很聪明 但是还长 然后大家就觉得 突然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导演还是谁 就突然说 我们再拍一个廊的 拍廊的 我那个镜头 是从一个高台跳下来 我是闭着眼睛跳下来 我想说廊的 对喔 你们没有跟我讲要拍这个 而且没有准备 什么 完全没有 他们后来拿了三片草息 在那个野外 铺在那个地上 哇塞 草息能管什么用啊 你少说拿纸箱子电两成 重点是草息会滑 然后我自己呢 没有暖身 我也没有跳过 然后又是一个枕目这么高 大概一百多公分的一个高度 一百多公分这样 大概到我的肩膀以上 这样 对 差不多这个高度 这样往下跳 对 因为其实是一个 这样我要准备气垫 需要吗 因为 我是 不是 堵林哥 我跟你讲 不是 因为你比较高大 我跟你讲 需要准备气垫 不是 堵林哥那个跳 它不是像我们一般这样子跳 它是直直地这样跳下去 你直直地跳 我连这样子我都不敢跳 为什么 是角度的问题 你没有跳好会受伤 因为要直地跳下去 对 因为我刚刚已经拍完的是 常务 去准备气垫 发消防队来 一百公分 要找消防队的气垫 一百多公分 然后在外面 结果呢 一方面我们那天 刚好我心里就害怕 我就跟副导说 我没有暖身 我没有跳过 我好害 跳一百公分要暖身 我跟你讲 连那种舞蹈 那个叫舞打的那种 他们都要有技术指导 对 连跌倒被打 都要受过训练的 然后我们一个弱女子 怎么可以这样跳下去 结果 朵琳哥你知道 我一跳下去 我听到咔 从我身上发出一个骨头的声音 很大声 所有人在很远地方都听到 然后我就 我就本能的都是先爬起来 我发现我的腰不能动 我赶快爬 倒下去不敢动 然后所有人都冲过来 我就躺在地上 然后导演就说 你这里可以动吗 那里可以动吗 什么什么 可以可以可以 可是我的腰 越来越不能动了 结果他们就开始叫救护车 然后那个时候 我突然整个 那个画面是这样的 天气很好 是一个户外 我看着天空 所有人这样看我 是停格的 不是停格 他们是慢动作 所有人的声音我听不见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跟老天爷忏悔 忏悔什么 我说 对不起 我没有好好照顾我自己 我在没有准备之下 我就跳下去了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因为我已经想到 如果我瘫痪了 我这辈子就完了 不要说做工作 我可能就躺在床上 或是下半身 我不知道 我不敢想未来 因为我知道 伤在腰的位置 我就跟老天爷说 对不起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会再这样子 轻易的让我自己受伤 结果真的 我觉得老天爷也有 也有听到我的祈愿这样 后来其实也很快 我在医院 然后也受到很好的照顾 回到家 也没有开刀 然后打了那个骨髓泥 是一个新的技术 它就是防我们人的骨骼 像那个silicon 打到我的骨髓 因为我是爆裂性骨折 我的天哪 还真的有骨折 爆裂性骨折 是整个里面是 哪一椎 腰椎第一节 第一节 然后就是 所以你是平常 不运动的人 我还好那时候 有跳正多眼 那时候有运动 要不然我应该更惨 就跳下 我的骨头是变成这样子 裂开 后来打骨髓泥之后 它是整个把我这边 给它包起来 慢慢地复原 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 也因为受伤 我改变了很多坐姿 像翘脚 不能翘脚 我就会想到 就会放下来 连捡东西 以前掉东西 我们不是都这样捡吗 不行 我们一定是这样捡 起床的时候 不会直接起来 我是会側身再起来 其实也改变了 我很多习惯 我反而觉得 老天爷给我一个重新 重生的一个机会 然后现在可以继续工作 很开心做我的工作 现在导演在要求你跳下来 你跳吗 我觉得会看状况 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我要 就是要罚消防队来 要有女生 要有女 可能女生去试 或是我自己要试 在所有安全的状况之下 我才会做这件事情 从那时候改观很多事情 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变 对 Ruby 你主持电台节目 能受说 你那节目很受欢迎 你那节目多少年 也 我觉得应该有十年吧 应该吧 十年 为什么后来有报导说 你是突然被换脚 还是什么意思 这种任人不亲 自己就傻傻地 去跟老师反应 很有可能什么 得罪了老师自己都不知道 明明这个在工作公司里面 可能什么 比较吃力不讨好的 又辛苦得不到 老板看不到的这种工作 都是推给 去做 然后那种能邀功 收割的工作 就同事自己去了 Ruby 你主持电台节目 能受说 你那节目很受欢迎 你那节目多少年 也 我觉得应该有十年吧 应该吧 十年 为什么后来有报导说 你是突然被换脚 还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一定是做现场的节目 那 现场就是十年的 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 就是坐在这里 对 对 而且我那个时候 我早中晚我都有做过 对 然后我是先从半夜 然后做到早上 然后再做到晚上 然后再回到下午的那个主要的时段 这样子 所以我什么时段 你半夜是几点到几点 半夜是两点到六点 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才开始 就是培养出一批那种非常忠实的听众 因为那些人就是晚上不睡觉 然后就都听到我在那边发神经 因为我那时候都在想说 反正半夜谁会听 我就在那边乱做 你知道 我就可以放那种 比如说马油油的音乐 就放个十五分钟 然后自己在那边很开心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会想说没有人在听 然后我就说 反正现在没有人在听 然后我就 我就开始拿什么 比如说心灵鸡汤 你知道那种书 我说我们现在马上来进行这个 让你可以得到救赎的单元 然后就开始把那个回音 开得很大声这样 然后就开始念那个心灵 就是念了一段故事之后 我就硬要叫人家打进来 半夜那种三四点的时候 就硬要叫人家打进来忏悔 然后又打进来的人就说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忏悔什么 我就说哈利路亚 这样也算是忏悔到了 是不是 就是那个时段 我是那个时段这样做 做到那种 那种真的是白天的时候 所以我那个 你还做这个半夜时 这个很累 那时候我还做两年的半夜 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到早上 然后后来到晚上 然后后来到下午 就是我到了下午这个时间 我已经做了第十年了 差不多了吧 下午的时段我就 就开始玩一些 比如说教英文 就卢英文 就是一定要逼人家唱一些 他们不会唱的歌 然后音班钟 比如呢 那个like a virgin 对啊 就是比如说like a virgin 然后你一定要先学会 所有的歌词 然后跟着一起念 然后都是整个节目部的所有的 从早到晚的制作人 每个都这样乖乖地进来上课 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演学生 所以他们就是要来演 九官鸟家族 就是要我讲什么 他就讲什么 所以我讲完之后 他们也讲 我唱他也要唱 所以要把它唱成中文也要唱 就想个处女 嘿 被摸到想第一次 就是你知道 就是要这样子 要唱得很投入这样 对 那这个节目也很红 对这个单元现在 所以我一直 你看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最近才刚开始 把它做成那个 那个YouTube版本 就是影音版的 所以我觉得 那个下午的时段 突然间结束了 就是让我也很错愕 就是像你问到就是你说 为什么我会突然间被换掉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出国了 然后大概差不多三个月之后 我就突然之间就被制作人 就是那个节目的制作人 就是打个那个 留个讯息去写说 所以你现在是要回来吗 因为我原本跟他讲说 我已经你知道吗 就是做现场做了那么多年了 然后我好不容易就是 真的可以去旅游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再久一点这样子 然后就后来 我已经跟他讲好了 他就跟我讲说 可是这样子也 我们也不可能会无限期等下去 我说我了解 但是你知道我心里面会想说 彼此的尊重嘛 你会互相知会一下对不对 所以他都问我说 你不会星期一就回来吧 我就留言 就用讲的我就说 你怎么会这样子问呢 我不是跟你讲说 我现在人还在非洲吗 我要等到我回加拿大的时候 我才会买到回程机票 所以我还没有要回去这样 结果他问 他听到我这个讯息之后 他没有再回我 然后后来他就直接在我的 在台湾的下午三点的时间 就直接把我的声音这样子播出去 然后这个讯息播出去之后 他就说 你们自己都听到了 听众你们自己都听到了 就是Ruby自己说 他玩到还没有要回来 所以不要再问了这样 所以我才会就是 其实是比较错愕的原因 是因为你用这一招 变成是我要必须要去多解释 我不应该要多解释的事情 那你们如果真的换了节目呢 你就直接换嘛 你不用去来弄我啊 你就不用在你那边踩一下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部分是被 我就被弄到了 其实他们要换节目是 本来就是他们应该是 他们的权利嘛 只是说变成到最后 我是感觉是突然之被换掉 我没有机会跟听众说拜拜 这样子的 真的 来 Amanda老师 这个哪些星座的人 不懂得提防小人 对 因为刚才 听了一下Ruby的故事 可能我们也很关心 到底哪些星座的人 他们真的需要多多学习 不懂得提防小人 会带来很多的困扰 我们从星盘当中的太阳 跟上升星座来观察 首先第三名呢 我们说是 双鱼座的朋友们 他们的态度是 非常容易呢 任人不轻 好 可能双鱼座的朋友 我们举例好了 在念书的时候 大家分组做作业 对不对 老师都有交办 你们这一组要做 什么样的题目啦 那可能在这一组里面 有同学对于老师给的题目 是有些想法的 觉得这个不妥当 可是同学自己 不去跟老师反应 就跟双鱼座的人说 哎呀 你最可爱了啦 或者是每次你讲话 老师都会听 那不如你去跟老师说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换题目 等于说黑锅不是自己背 就把这个双鱼座的人推出去 那他们呢 往往也会看不清楚 这个朋友的这个 或同学的这个 真正的企图 好 这种任人不轻 自己就傻傻的 去跟老师反应 很有可能什么 得罪了老师 自己都不知道 好 明明这个 在工作公司里面 可能什么 比较吃力不讨好的 又辛苦得不到 老板看不到的这种工作呢 都是推给双鱼座去做 同事都说 这个工作可以栽培你的实力 你只要做完之后呢 这个日后你都知道 这个怎么去面对了 好 这种很辛苦的工作 都是他们去扛了 然后呢 那种能邀功 收割的工作 就同事自己去了 第二名呢 我们说是 双子座的朋友 好 哪一种呢 哪一种呢 总把小人当作朋友 好 子欲上身双子 有中了 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讲哦 双鱼座它是任人不轻 对不对 它就是对大家一视同仁 但双子不是 它除了任人不轻之外 它还会把小人当成朋友 举例来说 它就是可能有一些姐妹啦 闺蜜的 双子以为 这个是我的姐妹 是我的朋友 所以很多心事都会告诉对方 好 可能真的是 真的是私底下闲谈 可能我不知道子欲会不会这样 就说 我跟你讲 其实我这三天都没有通告 所以我都待在家里 然后呢 我都可以不用刷牙洗脸 其实觉得好自在哦 其实这种就是闲谈 对不对 但双子有时候任人不轻 她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姐妹 所谓的朋友 怎么样一听到这种事情 转头就告诉别人 我跟你讲啊 子欲你不要看她 这么美丽的一个偶像 这种演员 其实呢 她在家里面是多么的邋遢 就是她会把小人当成朋友 掏心 就是讲一些心事 然后被出卖还不知道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 但是因为刚才前面聊到工作 其实我有看了一下子欲的心盘 我觉得她之前当歌手的时候 你是把兴趣当成工作 对不对 就是唱歌你是兴趣 然后有做一份工作 其实演艺圈 当演员真的更适合她 对 她是可以当成事业的表演 就是有事业成就的 对 对而且透过演戏 她确实可以找到很大的成就感 对 我是怀疑一百公分跳下来 可以摔断骨头 她能有多大成就 所以我用的是角度的问题 没有我觉得戏路吧 你都排除到不必要的角度 只演演技派内心戏的 对啦 或是用方法解决 那个现场的问题 对 我觉得子欲她的心盘 她个人的特质 其实她很适合去演那种 就是看起来像是很单纯 那种青春百合花这种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这种 这种角色 还是她本人就是这种 不是 工作事业上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告诉你 我觉得这个要问你原来的拍手 她最了解你了 那现在打给她好了 你觉得她会讲好话吗 可是我觉得她 因为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柔 非常的顺 然后她讲话又是这样子 所以她如果去演那种大反派 对 那个到最后真的会让大家 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觉得 而且就是她的心盘特质的 她是真的 那种她可以去很有发挥的 可以日后考虑一下 好 来第一名呢 我们就说 我们鼻子是财伯公 也就是说最近可能是破财 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 但一方面 你这个破财可能就是因为 有小人而来 为了犯小人而破财 或者破财而犯小人都有可能 有人家有摩擦 有增值 要注意一下 来第一名呢 我们就说要特别小心的是 狮子座的朋友 自己要小心 要提防小人的原因是因为 被卖还会帮人数钱 Ruby上身狮子 就有这样子的特质了 我们刚刚讲了 双鱼任人不亲对不对 但双鱼通常他们虽然任人不亲 他们有时候那种灵感还蛮发达的 还能够趋吉避凶 双子座呢容易这个把别人当成朋友 可是双子座至少反应快 一次两次他们还会多多少少学到教训 但狮子座不一样哦 狮子座真的就是我们讲 他们要高唱痴心无罪 他们真的自己 我们强调自己一旦把对方认定为朋友之后 他们就会对他认为的朋友是什么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好就真的是那种 完全是一片什么真心这种交付给对方了 他完全没有判断到对方 到底是真心在跟狮子交往 还是只是小人 我举例好了 我不知道Ruby会不会这样子 就是比方说以前你做广播 也许有人其实明明很有企图心 也是想要跨足广播领域 他会开始跟你交朋友 然后就会说 我觉得你真的好优秀好棒哦 其实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 去参加一次的广播节目 好就这样子讲而已 那有时候只讲一讲嘛 那我们一般人都会去判断一下 可是像狮子的人他会说 没问题呀包在我身上 你就来啊我的九官鸟家族 真的 一大人多 对对对 他是这样子 他没想到说对方 如果是有这种企图心 他其实在家已经排练很久了 当场表现非常的棒 然后一次两次可能效果还不错 渐渐的有可能狮子被取代 他都不知道 对等于说别人 对对对 有心机的人碰到你就 那一个人 那一个 那一个人 是不是也曾经是你九官鸟家族的成人之一 都是啊 坐着坐 原来还说我不敢我不敢 我不会我不会 但坐着坐着自己心里面 就是这样子 而且我跟你讲 我们一起主持广播的时候 也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 对不对 其实都有很多这种幕后的 然后呢 一直不断在自己想要出来的 我觉得想要出来的人没有关系 只是你可以靠自己不用踩到别人 你知道我就很不了解这种 因为全天下我最棒 我不知道Ruby心里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其实是可以有创意的人 也就是说别人只是 你会觉得说别人只是踩着你过去 曾经走过的路 可是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去研发 发想一些新的创意 因为我是就是创意都是我自己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要透过我再上去 再做其他东西 那就是他们自己去做不关我的事 然后不要在那边你知道吗 对但是我会建议就是说比方向你已经有你的这种 自己的一个发想了 自己的一个实力 如果再稍微懂得一下提防小人的话 未来的路一定会更顺畅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是啊 也就是说 你如果可以避掉小人这一块 他的成就 对会更有发展的 不止一倍两倍 对对对 是好多的 而且其实Ruby Ruby是一个有想法又有行动 而且他其实刚刚讲的 他走的那个路线还蛮适合他的 是一种非常另类的激励人心的这种 心灵导师型的人 对对其实蛮适合他的 疯狂的心灵导师 Hallelujah 没事就Hallelujah 来来 黄永福老师 从这个面相跟气色上来看 有哪些特征出现了 其实表示你现在可能正在犯小人要注意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不是说 你的长相会不会有犯小人 而是说你现在正在犯小人 最近正在犯小人 你现在就犯小人有这些面相气色的 有时效性吗 如果是最近的话 这一两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 这一两个礼拜就算了 当然也许可以长一点到一个月 基本上比较短 一两个礼拜里面 所以观众朋友 你注意观察一下 我用面相的特色列出四项来 任何一项都算 当然多了你更糟糕了 以后一项你就不得了了 好那这里牵涉到有所谓的气色 气色就比较死于 在我们人相学比较深的部分 深的部分 那我尽量来做个解释 好先说从第一项来开始看 第一项呢 就是说你的眼睛里面 眼白的地方呢 有红湿残绕 当然你刚刚喝完酒这不算了 就说你最近这一阵子 这一两个礼拜 怎么一直有红湿 表示你很可能呢 你现在个性比较急躁 或者说最近你的情绪很不稳 容易跟人家起冲突 你看人家不顺眼 或者你自己的行为呢 你自己都不晓得 我这某个行为 人家看我不顺眼 那这样的话 自然在口头上会有争执嘛 那也许说不一定口头上争执 人家都背后来弄你也说不定 这就是所谓犯小人犯小人 在背后弄你一把 所以你注意一下 你眼睛如果这有红湿的话 而不是有特别病的原因 或者是喝酒的原因的话 你要提醒你自己 看能不能消消你的气 或者说你早睡早起 行为方面举止 你注意一下 说不定你惹到人家 或者你看人家不顺眼 你想惹人家也说不定 像这些事情你注意一下 提醒自己 第一项 好看一下第二项 第二项是说你的前额 就是额头 或者在法令这四周 有出现了小红仓 就小红痘痘 因为我们年纪这么大 不应该吃小红痘痘了 可是你的出现了 这红痘痘的意思就是 你的火气大了 一火气大 你的行为就有 你会出你 你讲话就太直太重 直接跟人家就是口舌是非 有没有呢 我这个这样 那个算吗 那点点有话 那你就最近要注意了 不是很久 就最近这几篇 你刚刚的故事讲完了 你觉得人家会听不到吧 我才犯口舌的 我还帮你仇复 而且这额头跟法令 基本上是工作方面的小人 比较不是感情的 是工作方面的 他还在继续主持吗 那我们两个等于就是 只得罪一个媒体 所以基本上 这边一般来讲说 比较是上司 这一边可能比较是同事 其实一般就是工作方面的小人 要提醒你注意一下 好 再下去我们看一下第三项 第三项是你的鼻子 鼻子的准头刺刺的 我讲用刺来形 不是红 刺色的 然后鼻翼有刺筋 就鼻翼的旁边有刺色筋 那这就表示 你最近人际关系很差 那一般人知道 我们鼻子是财伯公 也就是说最近可能是破财 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 但一方面你这个破财 可能就是因为有小人而来 为了犯小人而破财 或者破财而犯小人 都有可能 这个鼻子红冬冬的 有人家有摩擦 有增值 要注意一下 好 再下面这一项 因为我图画的 没有办法画得很刚好 这是我只能尽量用来说明 就是叫做 满面刺色 满面刺色一般人讲 那不是有个满面红光吗 我们说满面红光 荣光泛花 这个是神采飞扬 喜气扬扬 这很好的 不一样不一样 红光满面是有点透明 甚至有点光泽亮出来 可是满面刺色是看起来有点 红红甚至有点黑黑暗淡的感觉 没有光泽 它不是从皮肤发出来的 因为这个很难解释 气色好跟血压高的 不太一样 对 那个气色不一样 你多看就分不出来 这个赤色比较像血压高 比较不像是所谓的一个人的 这个好的神采飞扬 那我简单来举例来讲 我这里有两本书 当然这个我不是 当然不是这么红 没有这个颜色 只是根本感觉 真正的满面红光 比较感觉像是这样的感觉 有光泽的 甚至有点透明的光泽亮亮 那满面刺色就觉得这样子 整个色色的 暗色的 干的 整个觉得气都没有发出来的感觉 那么各位观众 你可以做参考 是像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我们满面红光不要看错 满面红光这人在喜气的时候 是好的 但是刺色很糟糕 他不但犯小人 最近可能在吃官司 看过好几个吃官司 在官司在纠缠中的 他是整个是刺色 红的 但是那个红整个是没有发出来 好像在暗暗 藏在里面这个感觉 那么当然到这个也是最严重 这一二三十里面 这个是最严重 最严重 刚刚讲过 已经要吃官司了 这不是只有范小仁 范小仁更进一步 官非是非的 好 那观众朋友做参考了 谢谢老师的提醒 来 我们续续一下 最后的广告马上回来 有男生追过他吗 他一直没有停止过 不好意思 无缝接轨 真的 他真的是这样 就是都已经有人在等着 或是说刚好结束 就会有人要追我 我们现在电视节目 也不能再保守下去 实在不一样 我们就直接问 有过关系的有几个 观众朋友 现在就这么直接 不好说吧 Ruby 如果电台没有尺度 可以怎么问 就是就直接讲说 好 观众朋友 好好玩 两位好朋友 最近的近况 是 余子玉小姐 刚老师已经算出 你最近桃花有开 你最近什么 有小仙肉追你是不是 那不是现在的事 是一直的事 对 一直都 他真的一直都有 我跟你讲 他以前很害羞 现在怎么脸皮 你才知道他自己下讲话 其实都是这样好不好 真的 没有以前是 Ruby有男生追过他吗 他一直没有停止过 不好意思啊 无缝接鬼 真的 他真的是这样 就是都已经有人在等着 或是说刚好结束 就会有人要追我 刚刚好 我们现在电视节目 也不能再保守下去 实在不一样 我们就直接问 有过关系的有几个 观众朋友 现在就这么直接 不好说 Ruby 如果电台没有尺度 可以怎么问 就是就直接讲说 是炮友 有些人 没有啦 我觉得是 以前真的是 花了很多时间 去经营感情 但是这几年 我单身了好几年 我很享受现在 不会是拍了师姐的戏 然后整个就 把内在的一种 清静心给提升了 有那么明显吗 跳下去 想安明 我觉得没有 只是说 找到了自己生活 喜欢的生活方式 我不会为了结婚 而去结婚 对 我觉得也许 我把自己 就是照顾得更好 哪一天会碰到更好的人 发现我 什么样的男生 会吸引她 应该是说她 她可以打从内心深处 自己有某个点 是可以崇拜那个人的 我觉得才会会 会 我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很小女人 对 导演性 没有局限 她如果就是有才华 但是她又懂得生活 懂得幽默 又健康 然后生活 又兴趣又很接近 其实就有机会 对啊 你的兴趣是 我兴趣很多 有什么 嗯 缝棉被 不是 修法 绣花 画画 对 运动 其实我自己 平常喜欢旅行 喜欢旅行 唱歌 弹吉他 就是听音乐 或是我 其实是自己会 喜欢缝东西 刺绣 我跟你讲她 你真的喜欢刺绣 你不是来哪比赛 现在还有人喜欢刺绣 刺绣是很先进的 真的吗 你知道很多手工的衣服 它加了刺绣 它的价钱是差好几倍 它是一个介于传统 又很时尚的东西 所以我 我 对啊 没关系啊 你今年 因为刚才有种 你今年那个桃花认会很好 是 那你们有人帮她介绍吗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 对啊 自己在旁边那边很紧张 然后搞到最后 她其实很享受 现在的这种生活 我觉得 现在这种年纪 可以享受自己人生的女生 才是最快乐的 很幸福啊 Ruby你都已经生小朋友了 你跟孩子的爸爸 还没有登记啊 还没有注册 因为我一直在想 他是哪一国人 他纽西兰人 我们一直在 你自己本身是加拿大长大 对啊 老公是纽西兰人 对 那孩子现在算 他是 就是三国啊 他是在台湾生的 所以还有台湾护照 那因为我是加拿大人 所以他就 就直接帮他申请一个 加拿大护照 那他也可以直接 被申请一个 纽西兰护照 可是你跟孩子 爸爸也还没登记 他那 对啊 那我们一直没有注册的原因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 本来就想说是要到国外 再去注册 但我们却一直没有 真的腾出那个时间 去国外的时候 真的有去注册 就这样子 也没有说刻意避开 或什么的 对 那他到时候念书怎么办 如果在台湾念小学 他在台湾念书都可以啊 还是一样啊 还是可以啊 对还是 不会有人追着他妈 或什么 对 不晓得 是哦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洋人爸爸 带小孩的方法 跟亚洲男人 会很不一样 我觉得 我是算是 蛮中间的 就是很 还是有中国人的传统 的部分 比如说我觉得那种 一定要叫人 一定要有礼貌 然后吃饭要有礼仪 然后有一些那种 就是基本的东西 你一定要学会这样 那我觉得我老公的部分是 他也在乎 但是因为他觉得 反正都是我在管 所以他就不会再管那么多 但相较之下 他就会让我显得 好像很龟毛 因为他太松了 他因为太松 所以反而是我 变成我龟毛 你看像比如说 我跟小孩子讲说 你感冒 你如果是咳嗽的话 你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不要吃 比如说橘子 或喝柳橙汁 或吃糖果 或吃炸的 是不是医生都知道 就这样跟你讲 然后结果后来 就是偏偏 我老公就是那种 就明明看到他在咳嗽 然后如果一问他要喝什么 他说我要喝柳橙汁 他就会立刻倒一个冰 一杯冰的柳橙汁给他 这样子 洋人都没在管这个 然后我就会说 他在咳嗽 你不要给他喝这个 他就说 可是我都已经倒出来了 有什么好担心的 然后小孩子喝下去之后 就会咳到吐这样子 然后咳到吐的时候 我就会说 你看吧 然后他就会说 对了 你就对嘛 对嘛 那你赢了 所以就这样子就没了 你知道 然后所以下一次 就连我女儿自己 都会过来跟我讲说 妈咪 你知道我在咳嗽 可是刚才把鼻给我 就是偷吃了一根薯条 我就说 那你为什么要吃 他说因为把鼻给我就吃 可是你可不可以下次提醒把鼻 因为他都会忘记 我可说是不可以吃这个的 哇塞 你知道这是 哇塞 可是我觉得像反向教育 等到小孩子真的吐了 他就会知道下次不可以 有 我小孩都知道 没有可能是这样子 知道但是他爸给他 他照样拿 我们问一下Amanda老师 哪些星座的女人 规矩很多 对 规矛 对 其实我们常常讲 这个没有规矩 无以成方圆 有规矩是好事 但是太多的话 有时候会变得 有点绑所绑角了 或者说身边的人也会觉得很辛苦 那我们今天从星盘当中的太阳 月亮跟上升星座来看看 哪些星座的女人 规矩就特别的多 首先第三名 我们说是处女座的朋友 她们就是各种规矩 细如牛毛 而且特别在工作上面 也不是什么天大的原则 但就是很多的小细节 所以你很容易去惹毛她们 很容易踩到她们的一些线 因为那个线真的太多了 我们讲工作上好了 举例来说 一些处女座的朋友 最常看到就是假设限公司 还要你一些文件 文件的这个档案 那处女座的朋友 她会有一套她自己的 归档的一个原则规则 好你可能这个同事弄乱了 没有按照她的规矩放的话 她会觉得你这样很乱 我们很难找 或者是她会自己说 那那个什么 我们写报告的 要报告一个东西 交资料的时候 我们打出来的字 字体都要多大 她觉得这个是看起来最舒服的字体 她有一套她自己的规则 你如果没有照到她这样的规则 做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好像哪边觉得怪怪的 会要求你盯正 其实也没有什么对错 只是跟她的要求不一样的话 她就觉得你改好不好 第二名呢 我们说是水瓶座的女生 哪一方面呢 非常坚持自我的原则 而且特别在伴侣关系这个层面 水瓶座特质强的人是怎么样 水瓶座特质强的人呢 你去问她 她看起来乍看之下 她很像是那种好好小姐 我们讲这个伴侣关系好了 因为她说 那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对象 水瓶的女生说 都好啊 我觉得只要理念相通 心灵契合就好 你知道光这两个字 听起来很随和对不对 但是要跟她自己 她本人的心灵契合 理念相通 那有多难 而且呢 基本上她们是不太愿意去更动的 就是说差一点点 比方说她的标准 自己心中有排序 对不对 她觉得可能要到85分才算及格 你就算是什么 84.5她都觉得不行 我不能够妥协 所以她的这种规矩还蛮多的 第一名呢 有一次坐捷衣 看到对面一个伯伯 她穿得跟我爸好像 然后也是喜欢穿个红色衣服 戴个帽子 然后穿个球鞋 我下车我就跟着她走 我又一直跟着她的背影 我要把它拍下来 就后来她一转身 我发现 我在精学 那不是我爸 第一名呢 我们说就是 摩羯座的朋友 好 尊重规矩才有自由 特别在亲子互动层面 她们要求规矩很多的原因是 有规矩日后才有自由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她会觉得 比方说像Ruby 好了先有小朋友 你可能从小教她一些什么 生活上的一些应对进退 或者是一些这种礼貌 比方说很多水瓶特子强的妈妈 她都会说小孩 你见到长辈一定要打招呼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传统 没错 但是你懂的规矩你有礼貌 日后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应对进退才会好 我们要求小朋友打招呼 学会叫人这个事情 洋人不要求的吗 我觉得没有像我们要求 像我的要求是 是说你这个样子以后 你才可以就是 要糖有糖吃 真的是这样子 对对对 就会叫的才会有糖吃啊 对就是比方说 你从小看到人会打招呼 那日后你的人际关系好 你会有很多的贵人相助 那个是日后的自由 可是前面你要有规矩 那当然Ruby你的外文能力 跟你先生都没问题 像有的摩羯座的父母亲好了 可能他从小要小孩 要背英文单字 他不是口语化教学哦 他是要背单字 你一天就要背个20个单字 背完了才能去看电视 对而且你少一个都不行 一定要背给妈妈听 好OK了才行 为什么 他们的想法是 你现在要先打好基础 你现在虽然很辛苦 你哭没关系 你是童年 你就这样子辛苦的过 日后你有一个英文的底子 你走遍天下 你可以看所有的原文书籍 外文书籍 你那个自由度 是你无法想象的 也就是说他们很多规矩要求呢 其实是带有一个 背后这种目的性的 好那我们像子昱 你说你月亮在摩羯的话 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比较传统的标准 如果在你的心盘来说 你虽然看起来 很多人都可以做朋友 但是要真的投入你的心的时候 其实你有一个你自己的规矩 没错 这个简单不简单 对 说容易很容易 但说简单也不简单 摩羯座特指厂的人 他们很多规矩 其实也有实际的考量 懂吗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给我 因为透过一些规矩 我会有安全感 你不会特别的突袭我 你不会特别有一些太意外 惊喜是没错 但是我们不要惊吓 对摩羯座来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有小惊喜 但是你不能够超出了我们的规矩 我们的约定 那就成为惊吓了 他们是不喜欢的 好 给我给大家参考 前一阵子爸爸故事 爸爸走多久了 走四年了 四年 你多久走出来的 还是到现在还没 我觉得我应该算走出来了 我大概花了一年多 是 去接受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 把爸爸的精神记住 然后好好的善待自己 然后把自己照顾好 感觉就算你 你跟父亲的感情很深 就你很爱他 很深 很爱他 我从小就觉得说 我要嫁个像我爸爸这样的男人 你刚刚对啊 你前面有讲过 说你爸在郡村里面 人缘特别好 常常家里就是请客吃饭 对 连过年过节 没结婚的伯伯啊 就会请到家里来吃饭 所以我们家过年 有时候大概都两桌 我其实也是听人家讲说 我爸爸走的时候 告别是 因为我们是 以前在淡水的眷村 关土的眷村 然后后来搬到土城的眷村 两个眷村全部都来 很多是家族都来 然后甚至于 我爸爸以前在关底 有很多将领什么 都来参加之外 还帮爸爸扛那个 还盖那个国徽啊什么 党旗 对 党旗那些 因为那个都是一个官阶 才有办法的 对对对 然后我爸爸 其实也是他的长官 帮我爸爸办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才觉得说 哇 我们何德何能 后来我其实后来发现 因为我爸爸是很懂得感恩 他对他的长官啊 每年过年过节 他会 他知道他喜欢吃牛肉 他会卤牛肉 他一定会固定做很多事 甚至于 就做只是退伍之后 但是那一份情感还是一直 一直做到他走之前都还在做 甚至于他很多老乡 在台湾没有亲人 他每一次中元节 他会去买那个 帮他们烧那个 就是自己写 然后甚至于 会去帮他们扫墓 这么热 这很讲情意的人 所以我在我爸爸身上 学到一个 就是对人真诚 他没有要回报什么 而且那时候 我跟我爸感情好到 我常常会带他出去玩 开车 我喜欢开车 他喜欢坐我的车 然后坐坐坐 我就跟爸爸聊天 说爸你很喜欢运动 对不对 因为我爸是海军陆战队训练班长 你爸海军陆战队训练班长 然后他的每天运动量很大 早晚运动 我就说你很喜欢运动 对不对 我看你每天都运动 对啊 我要运动 因为我要健康 你就可以安心工作 你知道我边开车我就哭了 我以为那是他的兴趣 我以为是他 原来他都是为了我们 对 我有一次坐捷运 看到对面一个伯伯 他穿得跟我爸好像 然后也是喜欢穿个红色衣服 戴个帽子 然后穿个球鞋 我下车我就跟着他走 我就一直跟着他的背影 我还把他拍下来 我觉得他是我爸 他是我爸爸的那种感觉 他很有精神这样 就后来他一转身 我发现我才精学 那不是我爸 可是我又觉得心里面祝福他 因为爸爸喜欢听邓丽君的歌 所以你们让他跟邓丽君做邻居 对 其实他还没有走之前 我们就常常会上去看看风景 然后就会去听听邓丽君的歌 他自己都知道他未来就是跟他是邻居 所以我有时候上去去看他的时候 我也很安心说他不会寂寞 他跟着菩萨修行 他邻居有这么多好朋友这样子 对 OK 来 李渔老师 哪些子为命格的人 生到这样的孩子就有福气了 因为他们相当孝顺父母 那么什么样子为命格的人 他很孝顺呢 大家就把命盘端出来 我们要看的是命宫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第一个组合 他的孝顺父母是 埋头苦干 为家人付出 命宫如果做到了 第一个 太阳 或是聚门 或是舞曲 一半 你是舞曲加天象 但是有一半 好 那观众朋友 我想也对到了 他命宫有这三颗心 其中一颗做命的人 其实他们的嘴巴是很笨拙的 通常他们不会把爱挂在嘴边 他们也不会去哄父母亲开心 那多半时候 甚至于他们给人家外表的感觉 好像说脾气很大 很固执 甚至于还带了一点点的叛逆 但是他们会用行动 来表达他对父母亲的关心 其实这些新的人 在家庭来讲 他的责任感是非常重的 他认为孝顺父母 最好就是帮助父母来分担家计 有很多时候 甚至于家里大大小小的一些琐事 都是他们在扛的 每个人出来做事情 他都有一个目标 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给家人过最好的一个生活 但是在他自己个人来讲 能将就就将就 随便随便这样就好了 那家人是一定要用好的吃好的 可是因为个性的关系 就是嘴巴不太会去表达 爱又不说出来 他常常又发个贱脾气 往往父母亲忽略的都是这些的人 越是付出的孩子嘴巴不甜 更要的给他们一些关爱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他孝顺父母是 他很懂得感激回馈父母 冰公如果做到了天机 或是子欲的子薇 或是太阴 冰公有这三颗心 其中之一颗 其实他们传统的观念很强 他们不仅自己孝顺父母 他们也希望将来的孩子孝顺他 就如同他孝顺他父母亲一样 其实他们的心智非常的成熟 他们小小年纪就能够体会出 父母亲的不如不容易 所以在长大之后 父母亲年迈的时候 他们极尽的可能能陪父母亲 就陪父母亲 但是孝顺不外父是几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在经济上的资源 只要是自己能力所及可以的话 他们尽量满足 就是父母亲退休之后没有收入了 在经济上面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让他们过得开开心心的 所以钱他们能给 他们就尽量给 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会尽量让父母亲开心 让父母亲觉得 有我这个孩子很荣耀 所以每一次他们看到父母亲 在亲朋好友面前去炫耀 说哎呀我们家子玉啊 他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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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炫耀的表情 那种光耀门媚的表情 他们会觉得 我这么做其实是对的 那还有一个呢 所谓的孝顺 他们会做到陪伴跟关心 其实陪伴真的是很难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 其实父母亲要的陪伴呢 不外乎就是 你陪我吃吃饭吧 那不舒服了 你关心关心我吧 那这些命格的人呢 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有空的话 极尽可能的陪父母亲吃吃饭 那陪他们逛逛街 或是呢跟他们聊聊天 其实父母亲呢 有些父母亲 他们没有经济上的压力 他不要你的钱 但是呢 他要的就是子女的陪伴 所以啊 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 你有多久的时间 没有陪父母亲吃过一顿饭了 有多久的时间 没有打电话给他们了 可以拿起电话关心一下 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来 我们接下来请黄佑福老师 未来一个月我能够顺风顺水吗 来 要顺风顺水 我们字面直接就是 唱行到底 从唱行到底 这四个字里面 选一字来测看看 那请现场贵宾 还有观众朋友 你也一起来测喔 选一字来看一看 未来一个月 你能不能顺风顺水 那请了 来 卢英文 Ruby 我来选行 行 我也是选行耶 唱 我也选唱 唱一唱 行不行 祖林哥 唱 好 现在到底两个字没有人要 都写到前面两个字去了 未来一个月我能顺风顺水吧 那我们先从后面两个字 因为我们现场没有人选 我们从这边先开讲 先从到 到现场没有 但是观众朋友会选这个字嘛 如果是选这个字的话 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创业有成 名利双收 你看这边就是字啊 这边是力啊 创啊 都到了嘛 所以刚才是工作方面 其实也代表钱财 因为名利双收嘛 所以工作上 顺风顺水 九十分 好 下面看一下底 底也是现场没有人选 但是观众朋友也许 选这个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的答案是 家庭温暖 互相砥礼 是不错啊 家庭之间彼此家人之间的相处 家庭方面顺风顺水 八十分 两个高分 好 现在我们再看这一遍了 先看一下行 行是两位贵宾 还有观众朋友 选行的话是最好的哦 对啊 好久不见两位贵宾 他们最近的心运会如何呢 老师请开讲 刚刚讲什么最重要 什么最重要 是清洁卫生健康率级 当然是健康方面最重要啦 对 但是我分数给它比较低 因为我爱钱 所以我把钱摆低 把健康摆后面 所以看这个唱是 感谢财神惠世银良 是钱财方面顺风送水 一百分 恭喜... 谢谢老师 谢谢来宾 订阅我们这个 看我们在YouTube上 看我们命运好好玩 请记得订阅加按赞 看完我们之后来 找Ruby的卢英文 订阅加按赞 好不好 谢谢你们来 谢谢 感谢你们收看 下回期间请准时收看 命运好好玩 拜拜